中华队先发投手无声风五局无十分 化解十分危机时高举双手为自己欢呼 联合报戏记者于陈汉 摄影分享 亚洲棒球锦标赛第二天赛事 中华队在新装球场迎战南韩 双方将持不下打进延长赛 启动突破将局制 中华队在时局下攻得两分 以3比2逆转拿下二连胜 先发投手无声风压制南韩 打现头五局紧被敲出三安 没有失分 最大失分危机出现在第五局 南韩李正勋敲出安打后 靠队友推进上二垒 不过无声风转身牵制 李正勋回垒不及遭刺杀出局 接下来虽又被敲安 但标出三阵安全下桩 开路先锋王行全虽然在三局率先敲安 不过中华队直到六局才站上得点圈 九棒杨振欲敲出二垒打 加上廖俊海处身球攻占一二垒 南韩立刻换上右手侧头梁衔 交袭中华队攻势 未能得分 王振号六局上接替登板 速球连发 用149公里速球三阵里胜规 球速最快飙到151公里 不过在第八局被南韩带打李浩 眼敲安打回超前分 总计三局被敲三安丢掉一分 送出5K 中华队在八局下反攻 肖伯廷 王行全从崔彩新手中敲出安打 攻占一 三垒 廖俊海适时补上安打 追平比数 双方战平进入延长赛 时局上从一 二垒有人开始 中华队应有棘手失误 让南韩 跑回一分 不过时局下中华队 靠着九棒杨振欲的安打追平 廖俊海在满垒时 敲出内野滚地球 换南韩游棘手 未能接吻 中华队跑回至胜分 南韩先发投手李建玉 对中华队投五 一局仅被敲二安 无失分 南韩队阵容 以韩职二军球员为主 李建玉是SK飞龙队 2014年选秀第一轮的球员 今年在二军战机五胜三败 防御率四 27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